超出咱们想象力的东西 它都叫魔术 比如说小朋友 小时候觉得飞机非常神奇 那对于他来说那就是魔术了 他可以飞起来 但是长大之后 你发现你 我的认知认为他 就是靠 这翅膀的翅膀 大然后空气动力学 他就可以飞起来了 你发现他不是魔术 那任何超过大人 大朋友这个认知的 你就可以称之为魔术 比如说一个人 不借助任何东西飞起来 比如说这个运动人 他就一直在想这个发明 就说人能不能飞起来吗 想了很久 终于发明出来了 所以他就成了魔术师了 真的是这样 所以接下来我可以用一个 很简单的魔术 给大家来证明一下 魔术就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这儿呢 有一个盒子 里面有一个 可能每一个家庭都会有的东西 什么呢 这个 鸡蛋 盐瓶 我们只要把这个盐瓶 往这个鸡蛋上撒一撒 好 回家 各位 你发现这个鸡蛋就产生了生命 你看太仔细了啊 你看看 很长考虑 当然不是现在 怎么证明他有生命呢 各位鸡蛋了啊 因为发现这个蛋它就会 会叫了 谢谢大家这个 开玩笑 开玩笑啊 当然你把它只要再撒回去 你发现它又不会叫了 但真的不会叫了啊 怎么证明它不会叫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这儿还有一个 呃 杯子啊 我只要拿出这个杯子 当着各位的面 把这个鸡蛋 呜呜 打碎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哈哈哈哈 打碎 这个就是魔术了啊 来这个送鸣 我的助手 我的助手很奇怪 每次喝完都是 弄完之后都把它喝掉 哇 猛口味啊 哈哈哈哈